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结实 但是实际上还是有手段的一个形状 我们来看一下 错小木 不管是小飞还是大飞 这个布局都是很常见的 那么这个定式应该来说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个 斑了虎 然后拆 那么你逼住呢 由于这里有点的手段 那么白旗经常也就老老实实 补一手 补一手 这样的话呢 那么 是一个在我们平时对局中 经常能够见到的一个变化 见到的一个变化 那么 双方都是可行的 那么对于直白的来说呢 觉得我已经补了一手了 这个也很安全了 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算作我的实控 确实 这个变化呢 应该来说呢 是 双方白旗实控的也不过分 但是呢 在某些情况下 也就是说 这个 黑旗 黑旗 当外围啊 慢慢的变厚了 或者说 黑旗是个什么 劫柴有力的时候呢 黑旗对付这个白旗啊 也有啊 比较好的 或甚至来说 还有点严厉的 这个破控的方法 破控的方法 那么这个招法在哪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啊 你不能就是 一听到破控 那么就急着打入 这个是 不行的 这个不行 因为这个被白旗震了以后 这个黑旗这颗纸啊 是 无法逃脱的 无法逃脱的 你拖呢 它就搬 这个跑不掉 这个没有用 这个纸跑不掉 不行 这个亏损 当然啊 你也不能说 在外面走走 你说 我在外面走一走 这个就 谈不上是破控的啊 只能说 最多呢 是 倾销一下啊 或者说是这样等等 啊 那么 呃 黑旗对付这个白旗呢 还是呢 有这个招法啊 首先呢 这个招法呢 是在点这个 哎 点这个 先看一下这个白旗的印象啊 如果说白旗啊 只是单纯的想守住空啊 比如说 我就把这个空守住 但这个呢 显然呢 有点委屈啊 效率呢 比较低 那么黑旗接下来呢 还跳一个 就可以啊 哎 扩张之一同时啊 显然马上 就会产生一个冲的手段 你要搬这个呢 它增值有力 还可以直接断啊 就直接断 这个 直接冲断啊 等实际稍微成熟一点啊 就可以冲断 这个呢 嗯 白旗 不好办 白旗不好 呃 如果只是 退让的话呢 那么黑旗就淋回去 这个 收获啊 还是挺大 收获很大 至少白旗来说呢 这个失控呢 已经被 压缩了不少 这个不肯 呃 大家简单需要注意一下啊 这个旗就是说 黑旗你不能着急冲断啊 哎 你要是他 你这着急冲断的话呢 呃 这个暂时不行 虽然他不能真实你的 但是这个 打了 一压呢 这个黑旗呢 暂时跑不掉 啊 这个朝之过急了 嗯 你尖的话呢 它就拖 这个不行 拐呢 它就扳 啊 这样啊 啊 黑旗呢 气呢 不够 啊 它就坚住 你力呢 它就团住啊 啊 这样呢 黑旗不行啊 所以不能超之过急 要先 跳一个 先跳一个 因为先跳一个呢 那你不用担心 如果白旗 它去补一个 那你等于是 呃 白白的先手 跳到一下啊 这个等于说 你跳盒子粘交换了 这两个 稍稍损一点点啊 啊 那两个便宜太多 嗯 它要补这个呢 这个又太熟啊 这个里面 这个是呢 而且这里的味道 还是有啊 就把以后从这边靠都可以 所以这样呢 这个 白旗退让呢 等于就是说呢 黑旗呢 已经便宜了 便宜了 所以白旗呢 基本上呢 还是要赞赏 在这里需要注意一下啊 注意一下就是说这个 嗯 黑旗要注意次序 要先点 不要先点这个 如果你先点这个 再点这个 它就有可能退让 有可能退让 因为以后你还是这样的话呢 你再去冲的话呢 那它就有可能算了 因为这两个明显的是亏了 有了这个字以后 这脚上的木数呢 相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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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旗啊 就是说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 次序啊 要先点这个 哎 等它粘上 这时候呢 黑旗以后再考虑 当然现在 点完这个 沾上 黑旗再跳这个啊 也有 为下一步 守到呢 继续力量 白旗呢 它也没心情在这一带什么 去补一个是吧 即使要补它 可捏得 需求高效率的啊 补齐 嗯 不管怎么说呢 如果说 能跳早一下呢 也是 可以满意的啊 特别是在 比如说在这边 有一点点啊 有点这个配合的情况下啊 不管这个在哪 那这个跳呢 可以说呢 收获呢也是很大的 也是很大的 好 即使我们没有这个跳 先不管啊 那么点完以后 这个地方啊 就是说 黑旗接下来呢 有这个好的啊 严厉的这个 后续手段 那么这个呢 就是 点这个 这个呢 是先手啊 这个是先手 嗯 白旗几乎呢 肯定是没法退让 啊 如果说你是退让 害怕 那这个被人家一般 这个 木树啊 亏损太大 啊 木树亏损太大 这个 白旗呢 是 绝对呢 不肯的 不肯 所以白旗要尖这个 然后 接下来 黑旗注意啊 黑旗的这个手段是 就是 继续跳这个 跳这个 继续呢 跳这个 这样呢 白旗 正常的情况下呢 是要挡住 当然 有时候啊 有的实战中也出现过啊 白旗退让 就是说 比如说黑旗这里已经有个纸了 外面比较厚啊 或者是这一袋还有纸帮忙 也出现过白旗啊 就是说 冲一个 黑旗顶住 白旗 补一个 就是下方啊 但是那是个情况的比较特殊 不过 不管如何 这个地方 被 黑旗爬回去 爬回去的话呢 这样呢 这样呢 不但把这个 白旗的木树全破了啊 这个黑旗自身木树还有收获 同时 即使这样 白旗整体这个外围啊 还是 还是 不厚实 这个白旗的木树呢 亏损很大 亏损很大 厚薄呢 也 也有问题 所以说这会在很特殊的情况下 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么 肯定呢 白旗正常的话呢 白旗正常的话呢 也是要挡住啊 然后 接下来 黑旗正确的招法是 再跳在这 这四步旗有点像跳舞的感觉啊 有点像跳舞的感觉啊 招法呢 也有点凌乱啊 不过呢 这个确实呢 是以在局部啊 就是说黑旗把白旗 强行封断了的 有力的这个招法 有力的招法 那么 这个地方好像 怎么怎么 奇怪啊 我们仔细看看啊 嗯 但是 黑旗这个招法 凌乱啊 子弟也很傻 但是呢 白旗还真是 没有办法呢 把两块旗连通 把这两块旗连通 那么一旦这两块旗连不通 被黑旗封断啊 再加上黑旗前提外面 有接印或者比较厚的情况下呢 这个白旗啊 还真有点头疼 啊 真有点头疼 头疼 不头疼呢 那么我们呢 先得看一下这个 仔细的啊 看一看 这个地方 到底啊 这个底下是怎么回事 能不能连通 能不能连通 如果说想连通的话呢 首先是看到的是加 爬一个呢 是 没什么用啊 爬一个呢 黑旗就顶住 是吧 这个白旗呢 这个白旗呢 你要是再拐 它就 都印住 这个没有用 你夹这个呢 它就粘上 这个是连不通的啊 这个呢 这个呢 是连不通的 嗯 嗯 嗯 那么 想连通的话呢 肯定就只有加 加 加 加的话呢 黑旗 势必呢 要冲 黑旗势必要冲 在此 在此 我们首先 可以 排除掉一种下法 就是白旗度过 白旗度过 那么 黑旗呢 叫吃 白旗叫吃 啊 这样呢 形成一个 结针 啊 白旗 不是说我连通不了吗 我可以打结啊 但是这个结是 肯定是 可以 我们基本上就说呢 忽略不计啊 因为这么打结 白旗肯定是不行 因为这个黑旗一旦打赢以后 这两边啊 这个基本上呢 就是全碎了 全崩溃了 至少是死一遍 而 作为 白旗来说啊 这个 如果打赢了 是提在这里 提在这里 这个收获啊 很有限 收获很有限 对吧 本来就是你的控制的 这个底下 只是自己呢 连通了 上面这几个子啊 还没有吃到 黑旗以后就是想跑啊 就是还是 还是可以跑 还没有完全吃到啊 所以 这个结呢 就是说啊 这个 白旗 虽然有个打结的手段 但是是绝对啊 不能使用的 因为这个结来说 实在是黑旗 太轻 白旗太重啊 所以 当这个 加啊 黑旗冲的时候 白旗度过 是不能考虑的啊 不能考虑打结 那么白旗呢 想办法呢 就只有冲着 冲着 哎 那么 这么一冲啊 确实看上去 这个黑旗呢 呃 这个 黑旗啊 它实际上呢 这个形状 还是呢 依然呢 非常的 散乱啊 非常散乱 尽管非常散乱 但是呢 它却呢 就是说呢 很有这个 韧性 其实很有韧性 怎么看呢 好像黑旗不行似的 但是实际上呢 白旗还是 渡不过去啊 不过怎么样不让 怎么样不让白旗渡过去啊 黑旗呢 这个招法 也得呢 掌握好这个次序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白旗冲的时候注意 黑旗现在 就不能随手沾这个了啊 如果你随手沾这个 那它这样就渡过了 是吧 你再沾呢 这样就渡过啊 那这样渡过呢 白旗还可以接受 还可以接受 如果以后 有这样渡过的话 看上去委屈一点呢 但是把两块旗一连通 黑旗这一串呢 虽然破了一点木 但是呢 自己也是沉重的姑旗 这里白旗木少了 但是多了这个子啊 这个脚上黑旗少了 多了这个子 对这边也有影响啊 这个 嗯 黑旗呢 所得有限 黑旗还是得呢 把 白旗 分断 作为这个 目标 那么白旗冲的时候呢 就是黑旗这时候呢 是站在这 嗯 哎 站在这里 这样呢 嗯 你虽然 可以 吃两个子 是吧 但是呢 呃 黑旗呢 想把白旗分断 还是可以 如果这样不能吃啊 这个 呃 就是 白旗这样 度过啊 虽然可以 吃 这时候黑旗注意啊 就不要呢 去这个 打吃 打吃 嗯 因为打吃的话呢 白旗依然可以呢 采取 打二还一的方法 度过啊 啊 这样呢 这个 黑旗呢 不行 但黑旗冷静的单立 啊 虽然 白旗现在可以吃两个子 但是呢 黑旗就算打吃 啊 你这后手提两个呢 再跳出去啊 再跳出去 这样呢 还是成功的把你分断啊 对你这边呢 能发动威胁 如果 呃 有了这个跳以后 再来这样的话呢 就更加的严厉啊 就更加的严厉 而作为这边来说呢 以后啊 这个白旗又要还没有唬到 黑旗弯到这个的话呢 白旗还需要在这里 去寻求一个眼位 这个 黑旗呢 还是很舒服的啊 很舒服的 这个 白旗 不见得走得早 所以这样呢 还是度不过啊 这 黑旗 作为黑旗的时候 就是需要注意 不要让白旗呢 在这个地方 嗯 做打二还一 跑了啊 跑了 那么白旗啊 这个就是说呢 如果继续冲 是吧 那这时候呢 黑旗呢 再站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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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考上看见 这不是被人家吃掉了吗 哎 这样吃掉三个 没关系啊 就给他吃了 那么 黑旗再一粒啊 依然提到阻断 分断的作用 这样呢 嗯 白旗这几个子啊 就变得非常危险 注意 由于有了这个粒 黑旗这三个没吃着 注意啊 随时这一粒又跑了 你呢更没时间 去提这个 提这个 这边都快死了啊 啊 这个提三个 嗯 由于这个 比较这个重复啊 这个 特别是有了这个子 啊 这个锁得呢 并不是啊 看上去想象的那么大 啊 黑旗这一串呢 也比较厚了 因为它呢 以后啊 留有一个 度过的手段 啊 这样呢 是 就是说呢 还是黑旗呢 不错 当然这个时候啊 如果白旗再去度不吃的话 那黑旗就可以较吃 这个和打二环一就不一样 这打三环一 如果你这样度过呢 那这个外围就完全 两回事了啊 那么我提三个子以后 这个打吃还是先手 这个外围的后包呢 就完全不一样了 和这样的情况 啊 这个是区别就是说 太大了 啊 区别太大了 所以说呢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虽然啊 这形状 看上去很薄 但是呢 白旗啊 就是说一时半会呢 也没有这个度过的手段 那么基本上呢 就只有 继续和黑旗作战 比如说这个 那么黑旗这个继续啊 挑这个也行 或者老老实实呢 厚实的沾上 把这些白旗的一些借用啊 都给消掉 这个呢 也是可以 这样黑旗啊 通过破掉白旗的空啊 强行把白旗分段 从中间站出来 让白旗呢 变成了两块 这个固旗 当然还是得注意一下这个前提 注意一下这个前提 就是说呢 一定是 黑旗周边啊 有一些这个接应 有一些这个接应 如果单纯 只是以目前的形式来说呢 其实白旗呢 并不怕啊 这边 黑旗都没有子力啊 这个白旗呢 并不怕 黑旗 显得呢 可能还有点过分 但是如果周边啊 这个稍微先跳完以后啊 先跳完以后再来是最稳妥啊 或者是这一代还有子力的话呢 那么这样动出来呢 这个每一个子对白旗的每一块旗啊 都有很大的威胁 那么这样呢 黑旗这个手段 还是白旗需要注意啊 不得不防的一种啊 嗯 黑旗挑这个也行啊 这个 反正这个形状啊 大家应该比较容易印象深刻啊 印象深刻 那么这样呢 这个破空的手段 其实还是 非常的这个 这个 有力的啊 非常的这个 有力的啊 嗯 希望大家呢 能够这个 在实战中啊 找到机会的话呢 能够就 呃 运用一下啊 能够这个运用一下 这个确实是 可以的啊 这个 嗯 当然在这个旗行当中 好像啊 就是小坚一个 也是啊 也是啊 也是有的 也是 也是可行的啊 这边 呃 类似的变化呢 呃 和刚才呢 似乎差不多 它底下的变化 似乎差不多啊 嗯 不过从上面的出头的 这个 呃 状态来说呢 这个呢 由于如果它能搬住的话呢 你不能搬的话呢 这个出头啊 这个 这个 就是说 不如呢 这样 跳这个 啊 更加的舒畅 啊 更加的舒畅 所以 来说呢 还是以跳一个为价啊 这个 嗯 简单总结一下 就是说 这个旗 首先是 这个次序第一 是 先点在这 不要先点这个 先点这个笋呢 它有可能就爬了 然后呢 呃 这个先可以不着急 啊 不着急 你呢 就是说 呃 该走什么走什么啊 等旗 时 时机条件 成熟的情况下啊 再来这个 不要 呃 一直冲动 就来了啊 因为毕竟还是要扔 因为白旗呢 它现在暂时没什么旗呢 好补 是吧 补一个人它行的 有点缓 那么以后呢 再点这个 哎 注意这个次序啊 然后再走这个 这个形状呢 呃 应该大家印象呢 容易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啊 啊 这么这几跳几下呢 就是可以说 这个破空的手段 还是非常严厉的啊 大家 只要是时机成熟的时候 大家呢 在实战中呢 可以运用一下 好 那么是这个形状 这个旗行呢 不但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旗行啊 这个手法手段呢 都跟这个是一样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顺便呢 也就学习一下 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旗行呢 其实也跟这个补局差 大家看看 就是说 白旗挂 黑旗小肩 是不是 那么 白旗 打飞 黑旗 逼住啊 这个都是常见 白旗跳啊 对 这个特别是在或者小林 这个 这样的形状下啊 更加的 见得多一些 啊 那么 这时候呢 呃 黑旗先点一下啊 白旗只有沾 然后呢 再补一个啊 再补一个 就是寻求呢 这个 嗯 让白旗 因为你先补再点呢 它有可能有别的变化 是吧 那么白旗呢 也补一个啊 就认为你这个点呢 损了 那我呢 就安心的补一个啊 嗯 这样的形状呢 其实也是 在实战中 也是能出现的 那么 呃 接下来的 这个 招法呢 哎 如果想想 刚才的变化图 大家呢 啊 同样 这个旗 白旗并不是 那么的 完整 那么的结实 黑旗采取的这个 手段呢 就是说 还是可以 哎 刚才一模一样 先点 哎 再跳 然后呢 再出去 这个招 手法是一模一样的啊 这个 里面这个地方的变化呢 和刚才也是啊 类似的 我们呢 就不再重复了 就不再重复了 总之而言 这个 这个 四个小飞啊 四个指形成这个 奇怪小飞形状呢 是破对方空啊 比较这个 严厉的这个下方啊 大家在实战中 可以运用 只是这样的旗行呢 嗯 白旗呢 还有这个回头的余地啊 和刚才相比呢 如果 就黑旗外面厚了啊 比如说 这里还有个纸了 再一来 那你不敢正面印章的话呢 那么 白旗这样呢 倒是有回头的余地 白旗可以冲 黑旗顶啊 白旗拐 这样呢 白旗相对来收拾长局呢 稍微好一点点啊 不过黑旗 总之而言啊 能够破掉白旗的这个空 啊 同时呢 把对方啊 走成 没有活的旗行 这个黑旗无疑呢 总是便宜的啊 特别这个破空的手法呢 还是很严厉的 造法类似啊 我们就不多说了 如果还要说一点的话呢 这个类似的旗行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说跳你不老有点吗 那我扎个钉呢 其实这个黑旗啊 还是有类似的造法 那么就是说呢 依然是点的 在某些情况下啊 这个 在跳 这个时候就不是飞了 这个时候呢 是小尖出来 依然可以啊 强行把这个白旗给分断 啊 就是说 只要一分断啊 白旗就有可能呢 呃 两块 变成姑旗 你肩顶子 那么我就团一个 啊 不能长 因为被挤住了 啊 这样的话呢 其实 嗯 看上去啊 有点丑陋啊 甚至于说呢 有点俗 但是只要一旦我出了头 那么呢 对白旗两边的威胁啊 就会很大 很大啊 这个 形状呢 也有点类似啊 类似 总之而言啊 就是说 如果是跳啊 这样的骑行 是一个 是还是很严厉的啊 这个 大家呢 记住这个行骑的次序 就可以啊 但是 还是有一个前提 就是呢 一定要等待 时机 成熟的时候呢 不要是 不要我知道了 这个手当我马上就来 马上就来 现在呢 做这样呢 未见得有力啊 如果呢 你在前面啊 边上有些子弟啊 或者 同时呢 保持自己 比对方呢 要厚的情况下 再来呢 这样呢 就是说呢 这个手段呢 就会更加的成熟 因为即使你 暂时不来啊 白旗如果它去补的话呢 也没有啊 效率很高的 这个补旗的方法啊 所以呢 所以呢 反过来说呢 你呢 也不要去给予 这个是 施展这个手段 当然作为白凡来说啊 了解这个手段啊 也是很有必要的 不然以后的话呢 等被黑旗突然来一下呢 你打你个措手不及呢 也是 这个是很被动的啊 所以说 有机会防范的话呢 也可以啊 去防备一下 好的 本期讲座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再见